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在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 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自己的信仰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其實真的帶來很多的不方便 出出入都很不方便 而自己個人的內心裏 亦多了一個憂慮和擔心 可能人和人之間要隔離 變成一個距離軟族 心裏無言之中多了一個孤獨的感覺 很感謝陳志明神父 很感恩 他每天為我們送上的聖明分享 通常每天我會先看福音 接著我會默想裡面的聖明 那個意思 接著我會祈禱 接著我會繼續聽陳神父的分享 他的分享更加令我明白到 其實福音帶來的意義和意思 接著我通常會想過網上的黎薩 會神領聖體 我覺得如果每天能夠接受黎薩 和默想 天署給我們的聖明 我更加有能力 去面對生活上的各樣的挑戰 另外在疫情很嚴峻那段時間 其實那段時間我都很擔心 因為那段時間 就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 因為工作又長 又有壓力 大家都好像很不平安 每天我會去接她 而且也會煮一些中飯 和晚餐拿過去給她一起 我們會在車裡吃 讓她休息一下 為她祈禱 有時會和她伏手 復求星神 帶領她出入的平安 祝福她 之後我很多時候會和她祈禱 和她念玫瑰經 那段時間 我的朋友就送了這個念珠 給女兒和我們代討 教女兒幾粒幾粒念珠 去念聖母經 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那個人真的平安了很多 而且 而且 騙隔了一段時間 公司就說 因為疫情太嚴重 而且公司也有人真的病 所以 就叫她們都是reform home 所以那段時間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其實我們都真的 在這個疫情當中 就多了祈禱 還有為一些其他的親朋戚友 自己認識的人 去奉玫瑰經和祈禱 很感謝天主 聆聽我們的禱告 平安地過了 女兒就不要太緊張 一個人 然後我也要參加大堂 對討之聲的祈禱會 我們有幾個教友 透過zoom 一起為疫症 為前線的醫務人員 病人 神職人員等等 以及為一些教友 他們有需要的特別意向 去祈禱 我們首先會唸這個聖明 唸 然後大家一同 唸玫瑰經 然後使我們圈百貌 Бог樹 希望祈禱 我有一道 其实就是当你们两至三个人进来一起,为同意向去祷告,我就一定会在你当中。 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深深感受到圣神的临在,和圣神的带领。 也更加明白到代讨的力量,代讨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是帮到很多人。 而每星期我也会去到圣堂朝拜圣体。 朝拜圣体令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更加拉近,更加密切。 大家在静默当中互相相遇,而我也会静心聆听他对我的说话, 我会和他分享我生活上的点点滴滴。 每一次去圣堂朝拜圣体,我也很感恩和感动。 我一直都很感谢他赐给我的大爱和他们的恩宠。 越近天主得多,我越有我能力和愿意去接受生活上的喜怒哀乐。 而就算在逆境或顺境当中,我都会想起天主,我都会感恩和感恩。 更加会懂得用信仰我的眼睛去对对身边的人和事。 对身边的人多一份关系,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聆听,多一份陪伴。 生命是影响生命的,爱是唯一人人懂得的语言。 愿我们多一些关系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以及在生命中迷逃的人。 感谢主赞你主,愿主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愿意平安喜乐,感谢主。 愿意平安。 谢谢观看